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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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 当你超车时 这辆汽车会加速 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据说这是一个在生下死胎后去世的女人的鬼魂 也就因为身为母亲的嫉妒悲伤 使她死后变成了一只会飞的女妖 她看起来像一个有着长指甲 长发一直到脚踝 穿着绿色衣服的漂亮女人 朗苏亚经常出没于沿海地区 出于妒忌 她会袭击孕妇 人们相信你可以阻止孕妇的尸体变成朗苏亚 你需要把柱子放在她的嘴里 每个腋下放一颗鸡蛋 然后手上放上针 这样她就可以前往来世 据说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对抗朗苏亚 你必须剪下她的长指甲 然我把头发塞进她脖子后面的洞里 DJ 一位马来西亚的电台DJ 主持了一档深夜节目 听众可以打电话来分享他们自己的鬼故事 一天晚上 她接到一通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 她分享说 她和父母 妻子和他们的孩子 在深夜沿着高速公路行驶 那么家人们都睡着了 她也开始觉得很困 突然她看见一辆大卡车 在同一条路上一面向她开来 在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 那辆卡车就从她身边飞驰而过 然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在发生了好几次之后 这只卡车又重新出现 但这一次却是从后面追着她 她下得开始加速 并尽量保持理智 当她越过一座小山时 她突然又看见一盏大灯朝她开过来 她猛地转向避开 但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 冲通了公路的障碍物 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沟里 然后她告诉电台的DJ 这起车祸已经杀死了她所有的家人 和她自己的生命 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原本DJ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 以笑自知 直到第二天 在报纸的头版上 报导着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起事故 而且就和打电话的人描述的一模一样 前面网上真的有一辆汽车撞毁了 一对老女夫妇 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因此疑难 她匆匆忙忙地把那个神秘来电者的录音找出来 速度重播 但应待中只有一片寂静 男人鱼 2006年 一条人鱼的照片 开始在马来西亚的网站上流传开来 据称它是在槟城州的海滩上被渔民捕获的 这些照片被附件在一份被发送出去的邮件上 并著名报社不允许分享此照片 那么这条人鱼看起来就像人类 体型和成年男性差不多 它的头上有两个长旗 以及两条胳膊 从头到尾都长着旗 阴谋润者相信 马来西亚海中还有更多的人鱼 油鬼仔 在马来西亚的民间传说中 油鬼仔是一个超自然生物 被邪恶的物意召唤并控制着 它会用一种黑色有性物质覆盖全身 许得它在夜间几乎是无法被看见的 同时很难被捕获而且非常容易突破入室 它喜欢爬到高层建筑的顶部 从顶部进入家里 2012年有报导称一名迟到的油鬼仔 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 村里的居民声称 已经连续10天都见到它的踪影 酒店的床 一群朋友就会在休假期间 去一个马来西亚的度假圣地过周末 他们订了一间有两张大床的房间 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房间里住4个人可以省钱 当其中一个躺在床上时 他抱怨说感觉床上有个肿块 他们随后出去了 直到5月左右才回来 当他们开始重新排列床垫 以适应所有人时 突然他们看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就夹在床垫和弹簧床之间 他们跑了出去 然后谣言四起 Janet的灵魂 Janet是萨拉越公立医院的一名年轻的护士 他大约在60年代末世中 当时城市里还发生了一系列绑架事件 警方认为 绑架事件可能与萨托大桥的建设有关 因为据说 当时该区域的灵魂正在骚扰一座桥的建设 导致整座桥的工程被搁置 所以为了安抚这些恶灵 他们必须献上人类基品 他们捉来的基品将被斩首 而他们的头会埋在昏灵土著中以加固桥梁 最后他们还真的找到了Janet的无头尸体 证实了警方的理论 他伤心的父母在燕霾时 还为他穿上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和一双红色的鞋子 他们说他的父母这样做 是为了让他能从死中复活过来 去报复杀他的凶手 然后目击事件开始发生 村民们称看到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 并总是会留下第一名字 托友 托友是马来西亚民间传说中的英灵 就类似人们常说的小鬼 托友据说是一个胎死腹中被召唤出来的小孩灵魂 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几乎自身裸体的婴儿 皮肤呈褐色 尖牙 耳朵尖尖 我们小鬼总是有一个主人 而主人可以用他来攻击其他人 据说小鬼的主人可能会变得超乎想象的富有 但总要为此付出一个代价 通常主人全家的健康状况将稳步下降 最后他们会失去一切 人会慢慢地死去 小鬼的行为是邪恶的 但思维却是幼稚 人们常会用这个来分散托友的注意力 以防止他进入他们的家中 比如他们会把扭扣撒在地上 把糖果或玩具放在旁边 来希望脱友能就此离去 车顶上 一天 一队夫妇在喀染高速公路上行驶 在深夜中返回家乡 突然 他们的车开始在路上疯狂地曲折行驶 当他们努力想要控制他时 但发动机却无故吸火 但明明在前一天 丈夫才刚把车修好 现在他们被困在路上 在半夜里只有荒山和丛林在他们的周围 他们不停地试着发动汽车 但不起任何的作用 于是丈夫决定去找一个路边的警机电话 过了许久之后 妻子在车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 车顶上来了一声巨响 接着是沙沙的声音 但原本以为是动物 决定不下车查看 这时候 一辆汽车从后面死来 经过时间速 但又突然的很快就开走 他等了好几个小时 而其他车也一样 最后一辆警车靠近 并停在几米远的地方 警察用快音器叫他 并让他下车后别回头 慢慢地往警车方向走来 当他走到警车前 回头一看 看到他丈夫的尸体就在车顶上 而有一个恶魔正在吸着他的血 警察很快把他带走 传说由此开始 你听过或遇过灵异事件吗 在下方留言或直接电邮让我们知道吧 还有会全部汇编 然后定期向大家讲解你的故事哦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